脸书直播大口咬拔蜡 最新鮮的看看 还是坐下来吃凤梨 当起购物专家 我要再吃一块 那么还有谢谢我们员工 大家来捧场 我保证这是最新鲜的 国董毛起来当网红 脸书LINE同步开张 26日第一篇LINE贴文 在当起新领导师 PO上阿里山神木跟粉丝聊格局 只是科技大佬童子嫌来看 这格局够大吗 何硕董事长的童子嫌 26日被问怎么看郭董开粉专 他直言这样大家都变成馆长 还是不要抢人饭碗 回应与待保留 事实上郭董为了经营粉专 网络记者跟公关公司总监 组成美女小编团 偶尔也得捧着凤梨等锅董吃 不过工作更辛苦的 大概还是当魏家的小编 社会大众对我们 还有很多的物件 透过很多的这一种沟通 让他了解 不只秀书法 还要秀自己的开心农场 魏英聪开粉专一个月 暂数还停留在1600人 小编除了要赞网友 回应自家的油安全无余 更透露粉专的私讯千奇百怪 有任养动物的 被钱庄追债的 甚至建商卖不掉房子的都有 看来当魏家小编 得具备抗压性 东森财经新闻 台北采访报道